10月31日,是Celina,任家轩,43岁的生日。 这个生日对她来说充满了温馨与欢乐,同时也有着一些有趣的小插曲。 上一周,Celina和宝贝儿子小妖姑,男友小徐等人一同前往台东池上,为好姐妹田富珍的演出应援。 这场姐妹间的奔赴,充满了情意与感动。 田富珍在昨天发文并附上与Celina的合照。 文中提到由于昨天台风来袭,取消了Celina的庆生会。 还写道,谢谢你因为爱,不小心活成了单身。 携家带卷冲动奔赴,在池上金黄稻田,丰润了我的心田。 这段话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,大家都惊讶不已,纷纷猜测Celina是否恢复了单身。 面对这样的猜测,Celina通过经纪人进行了解释, 原来,单身一说只是针对这次台东应援姐妹之旅。 那种说走就走的感觉,就好像自己还是单身时一样,自由随信。 这次行程可不轻松,他们拉车来回台东,期间遇到了各种状况。 特别是儿子小妖蛊,由于长时间的舟车劳顿,作息被打乱,身体有些不适应,出现了哭闹的情况。 Celina希望大家不要过度解读,只是一次充满爱的旅程中出现的小插曲罢了。 虽然台风搅局,原本计划的庆生会不得不取消,但这并没有影响Celina。 享受生日的快乐,她和家人朋友还是进行了唱歌欢聚。 Celina兴奋地分享道,这次聚会还有小妖果的唱歌初体验呢。 小家伙一直随着音乐跳舞,还摇动着沙铃,那可爱的模样仿佛是聚会上最闪耀的小明星。 更让人感动的是,Celina的爸爸妈妈为了她,居然熬夜到半夜两点多。 这种被家人满满的爱包围的感觉,让Celina觉得无比幸福。 妹妹任荣轩也晒出了庆生照,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更多温馨有趣的画面。 当大家唱到星期五晚上时,小妖果跟着音乐节拍蒙太十足地做起了宝宝版16吨。 那可爱的样子简直萌化了众人的心,可爱指数爆表。 而且,任爸任妈,任荣轩和Celina还一起大合唱城里的月光。 那悠扬的歌声和一家人齐了融融的画面,让人感受到亲情的浓厚。 而当Celina和爱落泪的妹妹任荣轩合唱《同手同脚》时,姐妹俩又忍不住落下感动的泪水。 现场气氛温馨逗趣,充满了家的味道。 这次Celina的生日,尽管有台风带来的小波折,但亲情,友情和爱情交织在一起,构成了一幅温暖而美好的画面。 无论是和家人的欢聚,还是和姐妹之间的情谊,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熠熠生辉,成为她人生中又一段难忘的回忆。 也让粉丝们看到了生活中真实而幸福的Celina。 回顾Celina的恋爱时,真是充满了波折。 最知名的一段恋情,就是跟罗志祥。 当年两人刚出道不久,是也经常上罗志祥的节目,个性开朗活泼的Celina,跟小猪互动频频。 恋情从2004年就传得沸沸扬扬,而两人在不少节目中的表现也默认了恋情。 其明星跟好友都会调侃此事,完全就是大众眼中明晃晃的一对,而且跟许多恋爱的明星一样。 两人还被扒出细节也,比如情侣戒指、好朋友采访。 送圣诞老人和走红地毯时Celina被罗志祥粉丝狂喊王后等等,但最后两人却在交往快四年的时候分手。 关于原因说法各不相同,有说人爸不同意,也有说Celina想公开和结婚,罗志祥却不想。 另外,在这段恋情中,Celina似乎一直处于下风,有网友爆出在Celina和罗志祥交往后,曾经提到过自己因为爱情变成婢女的事情。 这段恋情结束之后,Celina就遇到了张成忠。 据悉,2010年,Celina在演唱会上接受张成忠求婚,原本打算在拍完电视剧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后就结婚, 却在爆破戏中遭到火吻,全身有54%烧伤。 Celina虽然脸上和头部都没有受伤,但是腿上和背部都有不同程度的烧伤。 在经历了几次大大小小的手术之后,伤疤依然明显,面对命运的如此不公,原本在舞台上闪耀自信的她,在康复期间开始变得越来越不自信。 Celina从小就是家中父母的长中宝,也是粉丝眼中的励志偶像。 在出世之后,Celina就感觉自己的天塌了下来,内心压抑到在脑海中一度想到了轻生的念头, 是身边父母和男友的爱和陪伴,支撑了她活过来。 当年Celina在成名之后就一直非常渴望拥有一段童话般的甜蜜爱情,这是她多年来的梦想。 在临近30岁到来的前几年,Celina就不止一次地在荧幕上声称要在30岁之前把自己嫁出去, 但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,Celina就有了恋情。 对象就是前夫张成忠,张成忠是个圈外人,因为不想曝光私生活,在那一年选择了和Celina提出了分手。 痴情的Celina也非常尊重,也非常理解张成忠的难处。 但是自己是为舞台而生的人,两人最终还是分手了。 分手后,Celina的灵感又来了,她写下了,安静了。 这首歌献给了张成忠,以纪念两人的感情。 张成忠是个腼腆内向,又不会表达爱的人,她比Celina要大九岁,这也非常符合Celina要的成熟稳重。 而Celina一直是个小女生脾气,爱撒娇,闹脾气。 张先生的包容让她深陷其中,让Celina感觉到了做小女人的甜蜜。 两人是在相亲活动中相识。 当时Celina一度缺爱,于是就瞒着家人以及经纪公司,和张成忠热恋了半年。 直到后来被媒体抓拍到,恋情才曝光。 张成忠当年还是个律师,两人为了瞒过媒体,不惜多次自报假消息。 就是为了维护张成忠。 Celina当年为了更好地和张成忠享受二人世界,就从Hebe同住的宿舍中搬出。 在外租房,当年还有Ella与Hebe两个好姐妹在媒体面前打掩护,声称Celina好傻好天真。 而Celina在2008年和张成忠分手后,一直走不出情商的Celina。 在2010年的演唱会中,张成忠突然大胆表白,让Celina感动到落泪。 Celina在当时就认定了张成忠就是此生唯一,于是便瞒着家人和张成忠偷偷订婚了。 没想到两人在订婚没多久,Celina就遭遇了火吻。 值得高兴的是,张成忠并没有因为Celina毁容而跑走,而是选择在她身边默默陪伴。 这份感情也让外界为之动容,张成忠的好男人形象也在此刻成为了夸赞对象。 当年Celina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,涅槃重生重回舞台,第一次在舞台上讲述自己的遭遇。 在康复期间发生的种种事情,感动,心酸,满腹委屈,都在她的脑海中流转。 康复期的痛苦,为了直皮替换掉41%的缺损皮肤,不得不剪掉一头长发。 这场浩劫让她承受了身体和心理上的百倍痛苦,备受关注的还有她和张成忠的感情。 此时的Celina已经不确定这段感情会如何发展。 就在Celina犹豫的时候,张成忠说要娶她为妻,照顾她疼她保护她,再次让Celina动容。 两人在2011年的10月31日结婚,这个决定不仅解决了Celina自卑的心理,张成忠也再次揽回了好名声。 但是婚后的这五年婚姻生活,并没有Celina想象的美好。 Celina的附件之路走来相当艰辛,为了怕压到伤口,必须和阿中分房睡。 南方白天要上班,也无法随时在身边照顾她,好不容易等到伤口痊愈。 长出心脾,她还得整天穿着压力衣附件。 有消息称,她手部穿压力衣两年,双腿则穿了三年。 夫妻俩在这中间身心备受煎熬,花了很多时间适应和接受焦虑,恐惧的心情,导致婚后四年,彭佛只是同居。 在这期间,Celina慢慢康复重回视线,丈夫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爆出婚内负面消息,曾经被捧在手心里的公主。 在不幸的婚姻中,为了维护夫妻形象,卑微到了极致,身边的闺蜜Hebe就曾为她写过一首歌《你》,送给Hebe。 而张成忠却因为此事,正是和Hebe开私,称她在这个时候写歌,就是为了蹭Celina热度,借此来挑拨姐妹三人的关系。 遭到Hebe和Ella在社交软件上大骂她渣男。 Hebe甚至直言张成忠不是人,而张成忠在指责他们借自己老婆消费时,忘记了在这之前,自己曾写过一本关于Celina如何康复的书籍来博好感。 在节目中甚至还谈论自己在看到Celina烧伤后的画面,就让她难以接受,甚至感到恶心想吐。 她回忆Celina患药经历,称有一次她听到患药的哀嚎声,表示那种声音会让人连坐好几天噩梦,一次又一次地容忍,让Celina的耐心慢慢被消磨。 早已让Celina原本在复原的心再次被撕裂,甚至在媒体面前没有了好感度之后。 便肆无忌惮地和其他女人约会,婚内出轨,泡夜店,最终让Celina忍无可忍,彻底结束这段维持五年的婚姻。 甚至在这件事情被传出之后,很多的网友认为在这段婚姻之中,Celina一直选择的是包容和忍让,张成忠却一直在吸血,而张成忠在离婚后,一直绯闻不断。 刚离婚不久就被拍到与辣妹热闻,事后她还回应称自己喝醉了,会孤独,与那位女子并不是恋人关系。 引发争议,后来张成忠又被爆料和事后隐心交往,但不到两年时间就已分手告终。 隐心在接受采访时,透露情段原因是在个性磨合上,两人有无法克服的问题,决定回到朋友的位子,作为张成忠的前妻。 Celina在得知这个消息后,回应称祝福阿忠,据悉,在之前张成忠与隐心传出恋情后,她就曾表示,和张成忠是朋友,也是亲人。 虽然Celina在三十岁时就已经结婚,但是在这五年的婚姻里,她没有生下一儿半女。 所幸Celina心态积极乐观,也在爱情这条道路上继续寻寻觅觅,努力过,尝试过,终于遇见了属于自己的缘分。 去年十月份,Celina在接受采访时,承认和小七岁的鲜肉在联络,对方觉得自己不错, 但是Celina考虑到年龄觉得有点艰难。 当时Celina还称两人很了得来,并直言,假设真的爱情来临,我应该想要呵护她,保护她,保护这段爱。 不过台媒爆料称二人当时其实已经开始交往,并透露对方兴许。 Celina大方带男友和自己的朋友聚会,大家都知道这个男孩子是Celina的男朋友,并大赞其模样像林家大男孩。 性格很可爱,评价非常高。 这是美国平台的男孩。